它就会变大 介绍面团发酵过后膨胀 法兰克福佛光青年团秘书王静玄 日前担任讲师在道场滴水坊开设烘焙课 老中心三代佛光人共同来响应学做面包 就很简单的 作为德国主食的面包 其中碱水面包更是最具代表之一 学员在指导下将面团搓揉成型 看似简单的环节 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 佛光人集体创作散户监督 一起完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面包 不仅学会烘焙知识 也收获一段珍贵的美好回忆 人间新闻德国法兰克福综合报道